你好,我是杰一,欢迎来到静谋档案 在韩国,独居旅行已经是一种社会常态 他们独自生活,很容易成为坏人的目标 始终被不安全感牵扯着神经 而本次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个独居旅行 她在家中离奇消失 只留下了奇怪的电脑浏览记录 而学校焚化炉里凭空多出了70公斤动物身体 以及平静无波的暗发现场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该案件成为了引爆韩国独居旅行担忧的导火索 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这就是韩国允熙失踪案 明镜整洁的教室里 小金看着空荡荡的座位 心中有些疑惑 允熙怎么还没来上课呢? 她拿出手机想要打给她 却忽然想起前段时间允熙遭到了抢劫 手机钱包都被洗劫一空 这也太巧了吧 但是小金没有多想 只觉得允熙是有事耽误了 或者是没有休息好 不打算来上课 毕竟昨天聚会 他们玩到很晚 骑不来也很正常 随着时间退役 小金心里总是不太踏实 她询问了允熙其他朋友 发现他们也没有允熙的消息 于是小金立刻跑去了允熙的家 可是敲了半天的门也无人回应 难道她是因为三天前的意外 所以回首尔寻求父母的帮助了吗 她鼓起勇气联系了允熙的家人 但得到的消息让她的心猛的一沉 允熙并没有回父母的家 而且父母对她的行踪也一无所知 用进各种渠道都联系不上允熙后 小金赶忙拨通了报警电话 本次故事的主人公名叫李允熙 失踪时29岁 是一个典型的韩国女孩 长相清秀 性格也十分安静 而她的人生经历也是让人惊叹不已 29岁了 应该是很多人已经工作的年纪 可这个年龄的李允熙 还是一名大学生 而这个结果 则是来源于她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 29岁的李允熙 是一名全北大学兽医系的再读学生 在此之前 李允熙在梨花女子大学 花费了六年时间 学完了统计学和美术专业 但在毕业之后 她逐渐意识到 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 并不是她所期待的 于是 热爱动物心地善良的她 毅然决然选择 重新报夺了全北大学的兽医系 她离开了父母 离开了从小长大的城市首尔 独自一人 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泉州市 重新追求自己热爱的专业 而允熙没想到的是 这趟追逐梦想的旅程 彻底改变了她的一生 事情究竟是怎么演变到这一步的呢 2006年6月6日 此时的允熙已经在 全北大学的兽医系 学习了很多年 距离她正式毕业 只剩半个学期了 这一天晚上 允熙和老师同学们一起 参加了课程结业庆祝大会 将近40人在她家大约1.5公里的一家 聚酒屋聚会 小静当然也在其中 她暗恋允熙很久了 自然是不会放过和她相处的机会 在观察允熙的过程中 她发现 今天的允熙 有些无精打采 不太开心 联想到前三天发生的事情 她也能理解允熙的情绪由来 说来也奇怪 允熙在三天之前 意外被一对摩托飞车党 抢走了背包 手机 钱包 身份证 全部丢失了 失去了这些贵重的东西 她情绪低落也很正常 三巡过后 允熙有些醉意 眼看着时间也很晚了 小静担心女孩独自回家不安全 于是主动提出要送她回家 允熙欣然同意 在凌晨一点多 小静将允熙送到了家 这时呢 小静提出 自己想去允熙的屋子里坐一坐 但是被允熙果断拒绝了 于是失落的小静 便独自一人回了家 从这之后 她便再也没能见到过允熙 泉州警方接到报警后 立刻赶到了允熙在德金洞的住处 获得许口后 消防员摧毁了门锁 房门被强行打开 屋内的景象也随之缓缓展露出来 开门的过程中 屋内一条小狗仿佛知道是救援 一直汪汪断脚 看着屋内的景象 小静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因为在她的印象 允熙是一个十分干净整洁的女孩子 可是眼前的房间却有些凌乱 小狗像是被饿了好几天 叫声显得微弱 可能是小狗到处找东西吃 所以才把房间弄得如此凌乱 小静和其他朋友一起 在屋内寻找允熙的下落 而警员们则观察现场 寻找可疑之处 在经过一番查找后 房间内并没有允熙 房间也没有强行闯入 或者打斗的痕迹 于是他们初步推断 允熙是自己离开的 警方对允熙的失踪并不重视 因为这种失踪案非常多 一般都是失踪几天后 自己就回来了 在进行了这一推断后 允熙的失踪就被定性为了有事外出 至于去哪里了 要等允熙家人到达后才能确定 警方随即也联系了允熙的家人 之后随行了六个同学 其中有四个被带去警察局做笔录 而小静和另外一个女同学 则留在了允熙的家中 在警察做完推断后 大家都认为允熙应该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可能只是因为心情不好 所以暂时外出了 想到允熙的爸爸妈妈就要来到这里 看到这么凝乱的场景有些不太好 于是两人商量了一下 决定把家中打扫一下 而小静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两个人看似体贴而普通的举动 竟然会对之后的事迹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而警方也不会想到 这起看似普通的失踪案 之后会变得如此轰动 以至于整个韩国都陷入了讨论的热潮 小静在屋子里打扫 那位女同学把床单放进了洗衣机进行清洗 这时候 女同学发现 洗衣机里面已经有了四条毛巾和一条内裤 已经洗好了 只是还没有亮出来 这时女同学不禁产生一个疑问 如果允熙真的是有事要外出 明明已经洗好的衣服 怎么会不亮出来呢 这也不会占用她很多时间 但她并没有多想 只当是允熙在慌忙之中忘记了这件事 之后女同学就和小静一起进行着打扫工作 在打扫过程中 他们发现 房间的桌子上竟然有四十万韩币现金 这应该是允熙前几年收到的兼职工资 房间的地上有一束花 看到这些景象 小静也感到十分疑惑 这束花本应该挂在墙上的 怎么会掉在地上了呢 小狗也够不到这么高的东西 小静把这些东西整理好 重新摆放整齐之后 便和女同学一起离开了 然而他们谁也不会想到 自己刚刚的那些行为 给案件的争破 带来了多大的麻烦 当天晚上六点 芸汐的父母和姐姐 从老家赶到了芸汐的住处 芸汐的姐姐首先进入了房间 她在窗台上发现了半截烟蒂 想起芸汐原来在舌尔念大学的时候 就有抽烟的习惯 看到这半截烟蒂 姐姐以为芸汐的瘾又犯了 担心她被父母责备 于是姐姐就偷偷拿起了这半截烟蒂 找机会扔掉了 父母赶到后 从警方口中得知 芸汐已经离开了消息 这让他们很疑惑 因为他们从始至终 都没有收到过芸汐的讯息 她也不是一个 会无缘无故离开的孩子呀 他们再次尝试年纪女儿 可是由于手机被掠夺走了 根本打不通 现在的芸汐没有通讯工具 没有人知道 她究竟去了什么地方 随着时间推移 芸汐还是没有出现 警方终于意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可惜为时已晚 芸汐父母答应 张贴了许多寻人启事 但并没有收到目击线索 芸汐的失踪 在网络上不断发酵 迫于社会各界压力 警方再一次介入了调查 洪警官主要负责调查 这起失踪案 她发现了许多存在的疑点 而这些疑点也将案件的侦查方向 推到了另一个极端 一个之前被所有警员忽视的对象 也出现在了孔警官的怀疑范围中 第一个疑点 家人在住处里发现了一只背包 这次芸汐每天上学都会背着包 不过包里少了一个随身携带的笔记本 根据同学们的口供 芸汐有记笔记的习惯 凡是遇到什么事 她都会记在笔记本上 只要找到那本笔记本 也许就能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然而这个笔记本却不翼而飞了 难道是被别人拿走了吗 随着空警官调查的深入 第二个疑点也浮现出来 她发现缺少的不仅仅是一个笔记本 还有一个矮桌和一把锤子 锤子本应该在工具箱内的 然而她却不见了 锤子具有攻击性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有人用锤子攻击芸汐 然后呢 芸汐撞到了矮桌上 因此为了演示案发现场 凶手将锤子和矮桌都藏了起来 仿佛是为了印证孔警官的猜测 6月13日 也就是案发的一周后 矮桌竟然被找到了 她被扔在离家20米处的垃圾堆中 结果同学作证 这张矮桌就是芸汐的 但奇怪的是 矮桌的四个金属之角已经被卸下 只留下了一块桌板 得到了这一线索 孔警官终于感觉到 案件发生的过程已经被串联了起来 假如当晚作案人用锤子袭击了芸汐 她倒在了矮桌上 导致金属桌脚被折弯 如果凶手将这几样东西都留在住处 很容易就会被警方发现打斗迹象 所以凶手必须要处理掉这物 但是在深夜 矮桌携带并不方便 而且引人注目 所以聪明的凶手就把四个金属桌脚拆下带走了 而第三个疑点的出现 更是让孔警官坚定了芸汐遇到了危险 警方技术人员查看了芸汐的电脑 他们发现6月6日凌晨2点59分 至3点02分 电脑曾经浏览过网页 不过这一过程仅仅持去了三分钟 之后电脑没有任何操作 直到一个多小时后的4点21分 电脑被强制关机 在这三分钟浏览网页的过程中 使用了搜索关键词为 性骚扰112等单词 112是韩国的报警电话 也许芸汐在想要不要报警 恐惧官推测 芸汐很可能受困于骚扰 而这个骚扰她的人 很可能就是最后谋害芸汐的人 这些疑点都指向了一个 似乎不可能的人 小金 恐惧官从芸汐的朋友可中得知 金同学对芸汐爱得极深 他不仅会记录芸汐每天的穿着 甚至还会偷偷收藏芸汐的头发 并且小金也是自己一个人居住的 那天晚上 没有人能够给他提供充足的不在场证明 既有动机又有条件 会不会是遭到拒绝的小金怒火中烧 谋害了芸汐呢 可是如果芸汐是被谋害的 那她的遗体究竟又在何处呢 就在这一时 前去学校调查的警员 带来了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讯息 警员发现 受益系每周都会对实验室用过的动物身体集中销毁 根据以往的记录 以前每周焚烧的尸体不过80斤 可案发的那个礼拜 记录上销毁量近增多到220斤 多出来140斤 此时已临近期末考试 课程基本结束 更加没有大型牛马的实验课 按理说 动物身体不该多出来这么多 难道是其中混入了其他东西吗 孔警官的心越来越沉 这里面会不会就有芸汐呢 可是现在都已经被烧成了灰烬 根本难以查证 警方对芸汐的寻找没有了头绪 孔警官决定直接从嫌疑人入手 可能骚扰芸汐 并且对兽医系的运作了如指掌 能够熟练地处理身体 这一切都指向了同专业的小金 对于孔警官的怀疑 小金拾口服人 他表示自己和芸汐的尸动毫无关系 警员对小金当天穿的衣服进行了检测 在他的T恤上 果然有血液反应 不过并不属于人类 而是动物的血 学生上课经常会做一些动物解剖 因此衣服上出现动物血也很正常 孔警官试探着询问小金 是否愿意接受测课 令警官感到意外的是 小金果断地答应了 没有任何躲闪和心虚 随后警方的心理专家 就对金同学进行了测课 在回答专家几个问题时 主要生物体征参数 均未出现明显波动 也就是说金同学没有说谎 这个结果再次让案件陷入了死互动 小金并不是嫌疑人 那么究竟是谁谋害了允熙呢 孔警官联想到德金洞地区 曾经发生过好几偷窥者 尾随女性的事件 芸汐有没有可能被偷窥者盯上了呢 于是孔警官再次来到芸汐的住宿调查 他发现 在芸汐住宿对面 有另外一个控制的房屋 在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 芸汐住宿类的情况 那是一个空置的单间 没有人居住 在那里的地上 警方发现了一个空的烟盒 以及一些卫生纸 似乎这里有人呆过的痕迹 警方试图以这个线索来进行侦查 但是芸汐住宿附近缺少监控设备 没有人知道 可疑人物是否真的存在 而留下来的线索少之又少 这起失踪案迟迟未破 在随后的几年里 案件多次被重启调查 但最终都被搁置了下来 而之后发生了一件事 让案件重回了大众的事业 芸汐失踪案再次被推上了风口囊间 2019年 韩国想知道那件事 节目组 找到了当年住在李允熙附近的 一位同系女学生 她立民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女学生表示 当年李允熙案件发生前几天 自己曾在一个深夜独自回家 当她走到楼到二楼时 突然感到有一名陌生男子尾随 她吓得大声尖叫了起来 尖叫声吵醒了邻居 也吓跑了尾随者 这件事发生了第二天深夜 她肚子饿想吃泡面 而煤气却怎么也点不着 因为胆子小 就没有去检查门外的阀门 直到第二天白天 当她出门检查时 却发现整栋楼只有她家的煤气阀门 被人为关上了 这位同学说 她自己也感到特别害怕 如果那天半夜 她要是出门了 也许后果就不敢想象了 这期节目播出后 关于独居女性安全的问题 引起了韩国社会巨大的关注 当年允熙失踪案又推回了人们的眼前 关于女生失踪的原因更是众说纷纭 如今已经十年过去了 案件仍在调查侦破中 依允熙的父母发放了超过三万多张传单 但至今仍然没有女儿的下落 虽然这起失踪案发生在邻国 但也足够令我们警惕当下 独居女性被围随 入室侵害的事件并不少见 那些藏在暗处的不法分子 让人心惊胆 所以不论是女生还是男生 在孤独自处时 千万别忘记提高警惕 做好人生安全方法